所以这个乐透云这部分我们应该没办法把它做完 所以就当成各位回去的一个练习 请各位回去试着看看 有没有办法把这些1到60页全部抓下来 并且把它存成一个CSV档 或者是存在资料库都可以 反正就是把它储存下来 然后最好的话可以再告诉我 哪一个号码它的中奖几率是最高的 其实我这边已经有做到 用VPA其实有个好处 用eSale做几率马上可以算出来 而且排名可以算出来 可以看到哪个号码的几率是最高的 看起来前七名 第一个应该是8号 11号 28号 一直在推 所以几率怎么算 其实如果在eSale里面 我觉得它提供的函数还蛮不错的 conif有没有 conif的话就算那个范围 哪个号码出现的几率 另外的话 总total全部的号码有几个 你可以用count 所以其实在eSale里面 可以用这两个号码 这两个函数 其实就可以算出我们统计的结果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 要用什么 用python来做的话 该怎么做 当然在list里面也有类似的count函数 其实count函数就是countif ok那count怎么算呢 他就没有办法 他就是用LEN的算几个 可是结果会不太 LEN是全部算的 因为反正里面都是放数字 但也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要不然的话 你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套件 就是用pandas pandas其实就有点像是枢纽分析表 不过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到这部分 所以回去可以试做看看 这里的话我是把我之前教VBA的程式先放上来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试run的话 第一步 这个是第一个sub 你要run的方法很简单 你可以先把Ctrl-C 记得这个是一段的sub 你可以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我们的Excel里面的VBA 记得这个地方 预设打开应该是没有模组 所以你必须 假设我先把这个模组先按右键先插这个模组 所以第一段就刚刚那个 这一段程式你可以先把它下 这一段程式怎么来的呢 其实就用录制去集 把刚刚我做的动作 把它录制下来变成一个大热头下载 再做修改 什么修改 所以你会发现我修改的地方就黄色部分 把上面录制的变成一个回圈 那回圈的话就告诉他说 我要1到 之前是58 现在是60 所以把它改60 1到60 另外放的位置 有没有 预设是放在A1 可是将来不是说一直放A1 因为放A1你下一页怎么办 它会向右挪 不对啊 我要向下 所以你可以怎么 当它是第一次的时候 那我就是R等于R就列 等于从放第一列开始 可是如果将来呢 我有新的东西的话 我就把这个列往 就是向下追踪之后 把它再加1 意思说比如90 那加1的话就91 往下放就对了 大概是这些地方把它做修改 那修改完之后的话呢 再去修改这个变数 那这个就第一步 那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什么 再删除我不要的日期列 再复制日期 再删除列 最后的话全部怎么样 全部就通通把它 所以第二段就是把这些程式 把它复制 复制哪 从这边 Ctrl-C 然后呢 把Ctrl-V 就贴到下面了 所以你可能至少要贴哪一个 先贴这一段吧 先这个批式下载 批式下载 批式下载是贴到第一段 也就是第一个Sub 然后再删除日期 复制日期 删除列 中奖号码等等的 最后的话组成是在这里 也就是说呢 上面 只是每一个每一个步骤 那因为呢 如果你每个步骤 每个步骤 全部把它集结起来 会变成程式非常冗长 所以啊 底下这一段主要是什么 Core Core Core意思是说 我直接去呼叫它 有点像是 Python里面的那个 制定函数 DF 那只是在VBA里面 是用Core开头 然后名称的话 就批式 大落后下载 实际上就执行这一段 那第二段就是什么 第二段就是 去删除日期列 复制日期列 一步一步完成就对了 所以啊 你们将来要 如果要执行的话 只要先开一个新的空白工作表 然后呢 执行的话呢 请你把游标 放在这一个组程式的 任何一个地方 再按一下这个执行 它就帮我完成 一个一个一个完成 所以执行它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会先怎么样 完成第一步 所以你会想现在 底下没有跑了 表示这个做完了 然后再去做第二个 做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第六个 第七个 逐一逐一的把它完成 一步一步完成 不过它有一个缺点 其实城市跑的效率 似乎没有很好 不过呢 如果以跟人工比起来的话 相信 还是已经好太多了 你们 因为至少你不用说用人工 一个一个 六十页 就复制贴 复制贴 而且最后你还是要做一些 所谓的资料口吸 我这边是用VPA写出来的 只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把它改写成 用Python写的话 该怎么做 OK 请各位思考一下 那你说 到底VPA跟Python有什么差别呢 其实有些地方是等于同的 只是说VPA 它没有那么强大 哪些地方我跟各位讲一下 第一步有没有 我们用录制聚集 那你会想说 那个录制聚集里面 资料里面的从Web 它到底帮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其实你从城市里面可以看出来 它基本上 里面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属性 也就是说呢 它这个 利用它有一个物件 叫Shift物件 ActiveShift 就是目前的工作表 主要是这个物件 叫QueryTables Query是什么 查询 Tables 就是什么 表格 什么表格呢 就是HTML 网页里面的表格 也就是这样 顾名思义 它这一个物件 主要的功能 就是帮我们找什么 找那个网页里面的表格 好 所以答案出来了 也就是 如果这个功能 主要就是找 主要就是找 表格 但是表格以外的东西 很抱歉 没有办法 所以特别注意 Creditable 主要只能够找什么 这个网页里面的表格 所以我们可以查到 5的话 意思说 刚好这个表格是排在第5个 的时候 我就把那个表格抓出来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实际上来看 如果你假设我今天 我不要用什么 不要用那个 这个 VBA抓的话 如果假设我按右键检查 检查哪一个 检查这一个区块 我在日期这边按右键检查 你会发现的检查之后 我们看一下它的程式 这边的话TD就是储存格 TR就是一列 其实你可以往下拉一下 它也会选取 这边有没有 在这里 这个 这个是这一列 这个TD是这个储存格 这个TR指的是上面看到 这一个 这一列 那再往上的话 这一列 这个TR 那再往上的话 就是一个TBody 如果TBody有些有些没有 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一个Table 它还有Class 所以 如果我们用ViewerSupp 直接抓这个Class就可以了 但是 在那个 VBA VBA 那个Excel里面的话 它比较没那么聪明 它是找第几个Table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Table Ctrl-C 点两下Ctrl-C Ctrl-F 然后把它贴过来 你会发现 最好前面再加一个小余符 把它变成这样 就是 HTML标签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目前找到的数量是几个 七个 有没有发现 那为什么WaveTable 是第七个 因为我们打勾的位置 刚好第七个 所以我们来看 刚好第五个 所以第一个现在在这里 第二个 第三个 外面 第四个 第四个上面 第五个 所以关键地方 有没有发现 刚好有没有 它找到的位置 刚好就是这个Table 第五个Table的位置 所以呢 它就是傻傻的 去找到第五个就对了 大概是这样 所以其实 当然如果你只是抓表格 用Excel里面VBA 是还可以 操作 可是如果 现在我要找的东西 它并不是放在表格 像刚刚那个 热透彩 那个台彩的官网 它是用DIV 它不是用Table 那很抱歉 你就抓不到资料 那怎么办 如果没有其他方法 你就只能涂把这个缸 OK 大概是这样 所以请各位 也许试试看 所以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它 这边有Class 那我们将来 我们就可以抓这个Class 然后呢 并且每次就变动一个页面 变动一个页面 然后把东西抓下来 抓下来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先放在哪里 诶 或许 如果把它存一个档 是也可以 CSV 要不然 你看这个 Insert into 到那个什么 那个资料库 好像会比较OK 不管怎么做 回去可以思考看看 这一题 其实我觉得 还是有点挑战性 如果你做完之后 假如说 意犹未尽 做完之后 再告诉我 哪一个号码 出现几率最高 我希望知道 前七个 因为刚好大乐透 六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如果礼拜五想签的话 那我就可以拿来参考 或者是说 告诉我 礼拜五 只有礼拜五 礼拜五里面的 号码 所以你要把礼拜五的号码 先抓出来 然后 然后呢 对 诸如此类 然后 就可以写一个报名牌 最好后面衍生起来 就可以包装出一个 大乐透报名牌 程式 OK 这当然就是自己去想一个 有没有一个演算法 或者有个什么公式 对 类似像这些 你可以再去跑回归一下 看看有没有办法真的跑出 你比较接近那个号码 如果可以的话 这个程式 确实实际上是有一定的价值 所以如果你要卖的话 这也是用service OK 所以这回去可以试做看看 今天的话 最后的话 剩一点点时间 请各位 就再看一下 06 05里面的这个 雅虎股市部分 你会发现 再来就是雅虎股市 雅虎股市我如果希望抓的话 你就把这些抓过来 那跟各位讲 你也可以试试看用ecell 的从web抓 但如果从 用那个 用那个 从web的方式抓 你会发现 它产距就发生了 因为 它抓下来的东西是乱的 因为很多人 本来都用这个方式 在抓雅虎股市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雅虎股市一抓 就出现错误 可能因为雅虎股市 知道太多人 都用这一招 所以它干脆怎么样 把它改身转 所以怎么办呢 势必 你就只能用 python抓就不会乱 所以python要怎么抓呢 一样 这边有讲 所以你第一个 可以先尝试看看 先用什么呢 这边有个网址 先到这边 也许我们当日行情的 什么呢 水泥个股这些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 帮我抓的资料 帮我抓的资料就这一些 第一栏好像选择是多余的 所以我不要 我只要这些资料的话 并且帮我秀在哪里呢 秀在我的python里面的话 显示出来 那要该怎么做 OK 请各位试试看 切一下 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可能要把这个 雅虎股市这份讲完 可能时间上 应该是来不及 所以回去的话 可以给各位一些练习 第一个 试试看 把那个大乐透 全部抓下来 应该不困难 用python 试试看 我觉得蛮有趣的 再来的话 就想想看 有没有一些方法 也许当然 如果没有特别方法 你就先算 把所有的数字算一下 哪个数字 开出来的机会是最高的 那当然未来 其实可以在衍生的部分 还蛮多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再去试试看 雅虎股市 当然不是只有雅虎股市 其实在网路上有太多 可以抓股市资料的部分 或许也可以 试着把那些网站的资料 也试着把它扒扒看 可是你会发现 股市资料有蛮多地方 其实它也会有一些 刻意的 加上一些东西 让你没办法爬去 像刚刚同学问到 用pose 蛮多地方 你点下去 它上面没有参数 因为它就是让你不要看到参数 那它躲在哪里 它就躲在原始 它的程式码里面 所以你要懂得怎么样 看到它的原始码 程式码里面 然后并且把它的参数名称 跟它的参数值抓到 这样它资料就出来了 因为如果你没有给它参数 那它就不会把资料秀出来给你 可是如果你给它 它要的参数 它资料就吐出来给你 就是这样 但是因为pose是躲起来 不像get get是串在一起就好了 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懂得这些方法的话 哇 那大部分的网站 应该 我是觉得 应该没有抓不下的一个道理 OK 然后未来衍生的东西 实在可以做太多了 因为你 举凡只要一个行业别 你把那个行业别 所有的东西 都把它收集起来 那你就会变成是最大的 而且你甚至可以排出说 哪个价格是最低的 像我发现很多网站都在做这些事情 而且一直打广告 像什么那个 之前不是什么 hotel.com 什么hotel.com 还是什么的 反正它就是把那些 所有的网站 订房网站最低价格告诉你 可是我发现好像也不是最低的 因为我发现 最低的 因为我已经是Agoda的VIP 而且是Gold的 就是反而用那个 因为你订房次数够多 它甚至可以打很低的价钱 ok 所以我因为这样的关系 常常就看一下 我最近有一些饭店 哇 像如果你不是VIP的话 你看到的价格 跟我看到的价格又不一样 有时候还蛮大价差 所以像有个缺点 就害我们就很想要 就消费下去了 ok 所以一直 因为最近也没办法出国 所以只能够 偽出国一下 就是假装自己已经在国外了 但是最近好像有一个新闻 蛮有趣的 如果有人是搭飞机绕一下日本又绕回来 要被隔离 要被隔离十四天 然后 不是隔离 它是说你的健保助记 就是你曾经出国 那如果你去挂号 像他看牙医的时候 牙医不看他 拒收 那这大概损失太大了吧 你怎么样 这个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谁还敢坐飞机这样偽出国了 好像没得到什么好处 ok 好 试一下 那今天也许时间也差不多了 不然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